9日 有报道称 身兼中共军委主席的习近平 直到5月份才真正掌握军队 而军中大老虎郭伯雄和徐才厚被抓前后 中南海和军委大员内有一支神秘的队伍 始终关注军内各山头动静 同时指挥多个军队部门保持战备状态 中共十九大10月18日召开 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 将结束自己的第一任期 10月9日 中共海外党媒称 在外界希望通过十九大 来推测习近平第二个五年任期的政治走向之前 回望其执政前五年可以发现 伴随这五年的是一场改革与反改革的生死较量 相较于前任胡锦涛的不折腾 习近平从胡手中全面接过党政军权力后 用全面反腐来调整各类乱局 用习近平在7月26日一次对中共高级官员的讲话总结就是 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而在解决这些难题的背后 是不被外界所知的生死博弈 不仅是政治命运的放手一搏 甚至是人身安全的生死之战 这五年 习近平面临最凶险的境况 莫关于对军队的整顿与对军权的重新掌控过程 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初 被称为新古田会议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后 军委主席负责制 开始在军队高层和官方媒体频繁被提及 但是这并不代表习近平当时在军中的权力压过了军改面临的阻力 有消息称 中共十八大前 即两大军头郭伯雄和徐才厚被抓捕前后 中南海和军委大员内 有一支神秘的队伍始终关注军队内各山头动静的同时 指挥多个军队部门保持战备状态 报道说 有中共军队内部消息指 直到今年5月份 习近平才全面掌握军队 到89月份 中共高级军官任命开始陆续进行 10月7日 有港媒报道称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掌控军权数十年 不仅军中要远全是江派人马 其心腹 原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徐才厚 更是架空江的后任胡锦涛的军权 郭徐的党与同样遍及中共军队各个层级 报道披露 郭伯雄 徐才厚 曾以党中央名义乱军架空胡锦涛 十八大之后 企图对习近平如法炮制 结果先后被习近平拿下 消息透露 郭伯雄落马前曾在一个场合叫嚣道 换掉我们 下面还是我们的人 其子郭正刚曾放言 全军将领一半以上是我家提拔的 2015年3月15日 徐才厚在被起诉期间死于膀胱癌 2016年7月25日 郭伯雄在一审中被判处无期徒刑 郭徐两人一死一落马后 军方展开肃清郭徐流毒影响 从彻底肃清到更加彻底肃清 深入彻底肃清再到全面彻底肃清 截至目前 习近平已拿下了近70名军级 及以上的大老虎 其中大部分是江派人马 中共军方9月6日公布的19大代表的名单中 被指遭调查的中共前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 房峰辉 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都不在19大代表名单中 房张两人也都被指是江派人马 调查他们是清楚国 徐于毒的一部分 除了房峰辉 张阳被踢出局之外 旅船涉及贪腐的中共军委政工部副主任贾庭安 杜恒严和吴昌德等几位上将也全部被排除在19大代表名单之外 贾庭安曾任江泽民办公室主任 多年来以监军身份被安插到军中 此次被提出局 分析认为 这象征习近平切除江派权利利益链 防止老人干政 干军 萧楚国 徐隐患 取得最后胜利 如今距离19大不到10天时间 习近平对军方高层调整已经基本到位 中共五大兵种中的陆海空火箭军 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 除战略支援部队外 其他四大军中的司令员全部被撤换 他们均被指是习家军 习近平执政五年大型成就展近日在北京开幕 在众多的展览品当中 有不少物件都是首次曝光 如在河北省复平县调研时的晚餐菜单 交款人写的是习近平 或是费人民币160元的账单 大陆微信公号正知道报道 在北京展览馆 正式面向公众开放的习近平执政五年大型成就展览品 当中有一张习近平2012年在河北省复平县调研时的晚餐菜单 这张菜单显示 就餐地点是在一美时光五楼自助餐厅 时间是2012年12月29日晚 服务员是贾春红 习近平点了四菜一汤 帮瓜红烧土鸡块 复平会菜 猪肉 豆角 粉条 海带 豆腐 马铃薯 五花肉 炒蒜苔 拍蒜铜薄 冬瓜丸子汤 配的主食 有猪肉馅水饺 西葫芦粉调馅水饺 米饭 花卷 杂粮粥 与这份菜单一起展出还有一张收据 是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考察时的伙食费 交款人是习近平 时间是2014年3月18日 交了人民币160元的伙食费 票据上还特别写明附件 报道说 网上可查的公务人员到河南出差的伙食费 补助标准是每天100元 此外 习近平2015年慰问梁家河村民时 在当地的午餐费用收条也在展览品当中 展品中涉及到梁家河的 还有1972年习近平在梁家河交纳公粮的收据 除此之外 展馆中还能看到习近平的亲笔签名 一处是习近平在视察边防部队时的签字 从照片看视员件 观察登记左侧部分被用白纸交代封起来 右边可以看到观察时间 观察情况等内容 上面落款时间是2014年1月26日 另外还有此前曝光过的习近平和彭丽媛的联合签名 2014年11月 习近平和彭丽媛给塔斯马尼亚州16个小学生的联名回信 而习近平收到的部分礼物 比如贝利送给他的签名求医 还有杭州纪20峰会期间使用的请柬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使用的主旗锤等 均在展览品当中 英语纪录片蚕食美国追溯了共产主义运动 在美国的发展过程 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现今美国左派之间的联系 并且分析指出 多年来 共产主义如何有计划地从教育 文化 媒体各方面渗透美国 2010年 纪录片蚕食美国影片的编剧 导演和制作人科蒂士·鲍尔斯 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过程 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现今美国左派之间的联系 并且分析指出 多年来 共产主义有计划 有步骤地从内部渗透美国 破坏道德 信仰 教育 经济 以期颠覆这个伟大的自由的国家 鲍尔斯在1992年的夏天 偶然间参加了一场共产主义会议 第一次知道共产主义渗透的计划和行动纲领 当年还是研究生的他 认为这些计划很不切实际 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15年后 鲍尔斯被州长任命担任州议会代表 同时开始写文章 发表于报社 当他在寻找下一个文章主题时 他回忆起1992年参加的那场会议 想起当时共产党列出的那些目标 以及后来美国经历的变化 导演表示他简直无法置信 共产党竟然能那么成功 现在的美国家庭正在分崩离析 环保运动成为摧毁自由经济的一股强大力量 而华府正在考虑通过仇恨犯罪法 使人们连说出任何反对同性恋运动的话 都成了犯罪 导演意识到 人们需要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2008年1月 他以这场共产党大会为主题 写出共产党如何渗透美国文化 破坏文化 文章发表后得到广大回响 许多民众顿时警觉事态的严重 影片中谈到一些社会现象发生的原因 鲍尔斯表示 这已经触及到人们的神经 文章发生了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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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教分离原则》为理由取消学校祷告 第四十个目标 让人们失去对家庭制度的信任 鼓励乱性并使离婚容易实现 第十七个目标 控制学校 把学校作为社会主义理念的传动态 弱化授课大纲 控制教师协会 第二十四个目标 把所有管制猥亵污秽罪的法律 称作审查制度 称作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侵犯 从而达到废除这些法律的目的 还有第二十五个目标 通过在书籍、杂志、影视里 宣扬色情、毁掉文化道德标准 第二十六个目标 把同性恋、堕落和乱性 使作正常的、自然的、健康的 第二十个目标 与第二十一个目标 渗透新闻媒体、控制广播、电视 和影视界的重要职位 第二十七个目标 渗透教堂 以社会宗教代替天启宗教 使人们丧失对圣经的信念 影片提到 必须有人去挖掘出真相 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么多具体的目标被实现了 难道只是巧合吗 还是说 有一股隐藏在暗处的地点 在处心积虑地腐蚀美国的文化 下一集我们将为您介绍共产党如何蚕食美国 年五月份 习近平才全面掌握军队 到八九月份 中共高级军官任命开始陆续进行 10月7日 有港媒报道称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掌控军权数十年 不仅军中要员全是江派人马 其亲父 原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徐才厚 更是架空江的后任胡锦涛的军权 郭徐的党与同样遍及中共军队各个层级 报道披露 郭伯雄 徐才厚 曾以党中央名义乱军架空胡锦涛 十八大之后 企图对习近平如法炮制 结果先后被习近平拿下 消息透露 郭伯雄落马前曾在一个场合叫嚣道 换掉我们 下面还是我们的人 其子郭正刚曾放言全军将领一半以上 是我家提拔的 2015年3月15日 徐才厚在被起诉期间死于膀胱癌 2016年7月25日 郭伯雄在一审中被判处无能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扮成了许多过去抢扮而没有扮成的大事 而在解决这些难题的背后 是不被外界所知的生死博弈 不仅是政治命运的放手一搏 甚至是人身安全的生死之战 这五年 习近平面临最凶险的境况 莫关于对军队的整顿与对军权的重新掌控过程 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初 被称为新古田会议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后 军委主席负责制 开始在军队高层和官方媒体频繁被提及 但是这并不代表习近平当时在军中的权力 压过了军改面临的阻力 有消息称 中共十八大前 及两大军头郭伯雄和徐才后被抓捕前后 中南海和军委大员内 有一支神秘的队伍始终关注军队内各山头动静的同时 指挥多个军队部门保持战备状态 报道说 有中共军队内部消息指 直到今9日 有报道称 身兼中共军委主席的习近平 直到5月份才真正掌握军队 而军中大老虎郭伯雄和徐才后被抓捕前后 中南海和军委大员内有一支神秘的队伍 始终关注军内各山头动静 同时指挥多个军队部门保持战备状态 中共十九大10月18日召开 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 将结束自己的第一任期 10月9日 中共海外党媒称 在外界希望通过十九大 来推测习近平第二个五年任期的政治走向之前 回望其执政前五年可以发现 伴随这五年的是一场改革与反改革的生死较量 相较于前任胡锦涛的不折腾 习近平从胡手中全面接过党政军权力后 用全面反腐来调整各类乱局 用习近平在7月26日一次对中共高级官员的讲话总结就是 解决了许多长期下期徒刑 郭许两人一死一落马后 军方展开肃清郭许流毒影响 从彻底肃清到更加彻底肃清 深入彻底肃清再到全面彻底肃清 截至目前 习近平已拿下了近70名军级级以上的大老虎 其中大部分是江派人马 中共军方9月6日公布的19大代表的名单中 被指遭调查的中共前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 房峰辉 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都不在19大代表名单中 房张两人也都被指是江派人马 调查他们是清楚国 徐于读的一部分 除了房峰辉 张阳被踢出局之外 旅船涉及贪腐的中共军委政工部副主任贾庭安 杜恒严和吴昌德等几位上将 也全部被排除在19大代表名单之外 贾庭安曾任江泽民办公室主任 多年来以监军身份被安插到军中 此次被提出局 分析认为 这象征习近平切除江派权力利益链 防止老人干政 干军 萧楚国 徐隐患 取得最后胜利 如今距离19大不到10天时间 习近平对军方高层调整已经基本到位 中共五大兵种中的陆海空火箭军 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 除战略支援部队外 其他四大军中的司令员全部被撤换 他们均被指是习家军 习近平执政五年大型成就展近日在北京开幕 在众多的展览品当中 有不少物件都是首次曝光 如在河北省复平县调研时的晚餐菜单 交款人写的是习近平 或是费人民币160元的账单 大陆微信公号正知道报道 在北京展览馆 正式面向公众开放的习近平执政五年大型成就展览